他带给那些信赴神的人逼迫、苦难。 使徒保罗就是一个曾经深深认为基督受苦的人。 开始时,他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。 后来他了解,因为使耶稣之后,就在别人手中受苦。 保罗告诉我们,神如何以美善的方式改变人的生命。 他告诉我们,平安、喜乐、坚强、探望。 但他也告诉我们,苦难伴随着这些美善的事。 他说,我们既因性的全意,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, 由与神相合。 我们又借着他,因性的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, 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 不但如此,就是在患难中,也是欢欢喜喜盼。 因为知道患难是忍耐,忍耐是老恋,老恋是慌望。 慌望不至于羞耻。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生命,将神的爱浇灌在我的心里。 问题一条了。 一、什么是登山殿下? 二、门徒与其他人对耶稣的期待是什么? 三、为什么苦难是神计划的一部分? 好、然后我们来看。 好、嘞哦。 好。 好。 相信我不会,是否仍然是变了一部分。 等于是什么? 好的,煮渣你,说哥,我们来看。 这是燃热的如果我们在锁着一部分。 7、说哥,我们能不能考察。 我们来看看吧,就是这一部分。